主料,面粉400克,酵母4克,盐1克,糖1克,辅量,腐乳汁,葱花,减水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面粉加入酵母,盐,糖和清水合成面团后,发酵两倍大,然后再沾少许减水出来面团,直到面团颇滑有韧性,准备好腐乳汁和葱花, 面团醒至10分钟,把面团擀成长方大片,撒上少许盐,在上面煮一份抹上腐乳汁,再撒上葱花,卷肉长条,切成等半小剂子,却一半用筷子在中间压住一道痕影,然后转着两边转转,成为一个花卷生坯,依次全部做好,放入蒸锅中再次醒至15分钟,大火蒸至20分钟,满至3-5分钟, 烹饭技巧,花卷做好要再次醒至15-20分钟后再蒸锯,这样花卷才会喧软,蒸好的花卷不要马上出锅,满至3-5分钟再出锅,才不会发现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p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大家!